两员小将 关心张包 要抢夺先锋印 真红了眼睛了 各自上马 抄起了军刃就要玩命 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 刘备看着能不着急吗 尔等喜无德无礼 这俩小伙子真就害怕 赶紧汤朗朗把兵刃一扔 甩瞪离安下马 跪到刘备面前呢 就请罪 刘备眼泪都下来了 您看刘备这一辈子 净哭了 以前那个哭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假的 可最近这眼泪全都是真的 眼泪里头都带血了都 二位先知啊 你们哥俩就别打了 咱们是一家人哪 想当初我跟你们的父亲 桃源结一失同生死 现在他们刚刚去世 你们俩就如此争吵 这就失去大意了 以后还能成事吗 俩小伙子也都哭了 陛下呀 我们不是着急吗 刘备就问他们 你们俩谁大谁小啊 张包说 臣长官兴一岁 好吧 官兴啊 你趴地下磕头 任这张包做你大哥 你们也一劫金兰之好 刘备是他们大爷 大爷主盟 他们敢不听吗 张包官兴也就结拜为兄弟 然后刘备传诏啊 命吴班做先锋官 张包官兴呢 就负责护驾 另外还有一个人得交代一笔 就是老将黄忠啊 本来以前呢 是想让黄忠做先锋官的 但是现在老头岁数太大了 刘备改变主意 就让老头跟着出征 做形象代言人也就得了 一切都安排妥当 就在张五元年秋八月水路并进 浩浩荡荡杀笨东吴啊 要杀孙权是大报冤仇 咱们再说江东 上至孙权下至将士百姓 全都吓傻了 好家伙七十五万大兵 刘备御驾亲征 那能不吓人吗 这时候范江张达 已经把张飞的首级给送来了 孙权召集众文武 就商议对策呀 众为将军列为先生 现在刘备进了地位 率精兵七十五万豫驾亲征 声势浩大 咱们 咱们可怎么办呢 众人面面相去 没人敢说话 这时候 诸葛锦挺身而出 倒在孙权面前 身师一礼 主公啊 我是君侯之路 就应报君侯之恩 您放心吧 我舍出这条性命 不要我去见刘备 在他面前沉说厉害 让两国相合 共讨逆贼曹丕 以权刘备汉士之志 孙权一听啊 心里头太痛快了 这诸葛锦不愧是我的忠臣 我的栋梁 到了关键时候 真敢忘出战呢 子虞呀 那你就辛苦一趟吧 这时候刘备七十五万大兵 已经兵到魁关 屯扎在白地城 诸葛锦求见刘备 刘备一晃脑袋 爱谁谁我不见 给挡了架了 闭门耕啊 随君的谋臣黄泉就说了 陛下 我想诸葛锦必然有事前来 陛下看在诸葛丞相的份上 也应当见他一面呢 看他说些什么 如果他说的对 咱们就听 如果他说的不对 您可以借他之口转告孙权 您前来问罪 看孙权有何话讲 刘备这才点头 书说简短 诸葛锦进来了 失礼以臂一旁落座 刘备就问他 紫瑜 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诸葛锦赶紧站起来 二次失礼 陛下 臣弟孔明在您驾前称臣 所以臣此来呀 是向您启奏荆州大事的 嗯 紫瑜 有话你就讲吧 陛下 当初官公镇守荆州 我家主公屡次让我前去求亲 而官公他不答应他 后来他兵取襄阳 曹操智书我家主公 让其指挥人马兵取荆州 而我家主公是并未发兵 就是因为吕蒙他镇守路口 和官云长不合呀 他擅自兴兵造成大事 现在吴侯已经非常非常的后悔了 所有一切都是吕蒙 吕子明的罪过 跟我家主公没有关系 现在吕蒙啊已经死了 而且死得特别特的惨 蹊跷流血而亡 据说是官云长的鬼魂 附到吕蒙的身上 把他给折腾的 无几六寿好难受 应该说啊 官云长已经大报冤仇了 这仇报完了 陛下呀 您大兵来到白帝城 我家主公让我为使者告诉您 孙夫人哪 总是想念陛下 我家主公愿意把孙夫人给送回来 而且把您手下归降的东吴战将 也都给您送回来 我家主公还说 荆州也要奉还陛下 东吴和西蜀永结盟好 共同发兵灭曹丕 恢复汉室天下 其实诸葛锦这话已然说到了 吕蒙死了 是吕蒙害的关羽 这仇啊就不用报了 虽然说这话呀 有点牵强 但是终归是向刘备低头了 给刘备台阶下呀 刘玄德可以借坡下驴 而且呢要把孙上香给送回来 把归乡东吴的战将 全都送回来 还把荆州还给刘备 就为两家蒙好啊 一块灭曹丕 这不挺好的事吗 刘玄德把脸望下一沉 嗯 自于你们东吴害了朕的二弟 朕的三弟也是因为伤心喝醉了酒 才被人所害 听说范江张达把首级也送到了东吴 这就说明我三弟也是死在江东之首 你还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些什么 诸葛锦恭恭敬敬抱拳拱手啊 陛下 我想跟您谈一谈事情的轻重大小 您是大汉皇叔 而汉朝天下被曹丕篡夺 您为什么不灭曹丕呢 却为了异性之亲而去万乘之尊 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 中原乃海内之地 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 陛下不取 而诞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者也 诸葛锦这话呀 说得非常在理 你是大汉皇叔 应该为汉县帝报仇 你得灭曹丕去 而且你呀 已经当了皇上了 是万成之尊 怎么能够舍弃大义 而就你们桃园结义这点小义呢 兵发东吴啊 是不对的 现在你是弃重取轻了 丢了西瓜捡芝麻来了 诸葛锦揭查说 陛下呀 天下人都知道 您继位 必行汉士 恢复山河 而今陛下 置位不问 反伐东吴 陛下 这是万万不应该的 还请陛下三思啊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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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实在是不耐烦了 恶狠狠看着诸葛锦 杀朕的兄弟不共待天之仇 想让朕霸兵处死方休 诸葛锦呢 我要不看在你弟弟的面子上 非得把你宰了不可 现在呀 我把你放回去 你告诉孙权 让他洗一净就路 那意思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就等着挨刀吧 诸葛锦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告辞啊 刘备直之报私仇 任何人苦口婆心 他都听不进去呀 目前的刘备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了 您别说他是那么大的领导人了 就是普通老百姓贩夫走卒 如果说控制不好自己的理智 那也得出事 好一好就栽进万丈深渊呢 这诸葛锦回到东吴 孙权呢正跟张昭说话呢 俩人说的挺近乎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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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眉飞色舞的 诸葛锦一进来 诶诶 张昭那脸色马上就变了 情转多云 然后一低头 唰唰唰唰唰 他走了 喝 诸葛锦不明白怎么回事 闹了半天 这诸葛锦去游说刘备去 他走了之后 这张昭就来见孙权 说诸葛锦的坏话 诶 诸葛呢 您怎么让诸葛紫瑜走了呢 他看蜀兵势力太大了 他是假装去求和钱 他肯定的 肯定是背叛咱们东吴 去投西蜀 走了他就回不来了 肉包子打狗啊 可没想到孙权呢 摆了摆手 子布 你错了 孤和紫瑜有生死不义之盟 孤绝不负紫瑜 紫瑜也绝不会负孤 当初紫瑜在柴桑的时候 诸葛亮来到东吴 我让他劝说他弟弟留在东吴 可诸葛亮不干 而紫瑜跟我说 我的兄弟保刘备一无二心 我保您也是一无二心 他呀 绝不会归降西蜀的 子布啊 我跟紫瑜 可谓神交 不是任何人可以离间的了的 孙权是真会看人呢 可是张昭还是不死心 又嘚嘚嘚 继续说这诸葛锦的坏话 正说着呢 坏了菜了 人家诸葛锦回来了 当然这张昭就亏心了 这张老脸呢 唰一下就红了 跟那猴屁股差不多少 扫巴搭的他出去了 诸葛锦倒是没理会 他见着孙权把事情啊 讲说一遍 哎呀 孙权可着急了 紫瑜 要是这样的话 江东就危险了 这时候有一人迈步走进来了 诸葛 我有一条计策可解眼前之威 孙权一看说话的 是中大副赵字赵德夺 德夺呀 你有何良策可救东吴呢 诸葛啊 您可以做一表 我为使臣面见操批 臣秦厉害 让曹丕指挥人马去打汉中 刘备有了后顾之忧 自然就会退兵啊 孙权想了一想 嗯嗯 好 孙权下了决心了 因为赵兹所说 等于上表在曹丕面前称臣 想未称臣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因为孙权那是东吴之主 东吴这些文臣武将都指着孙权呢 还指着孙权当皇上呢 他要当了皇上 这帮都是开国重臣 什么丞相啊 元帅呀 什么公爷呀 侯爷呀 就全都有了 可以名标青史 百代流传 可是孙权一称臣 那就摆麻都不是了 名不正言不顺 他手下这些文臣武将 也就都成了虾兵蟹将 虾磨海大晕头 胡萝卜大白菜了 那就不值钱了就 但是孙权很明智 他呀 想象曹丕成臣 拉住了赵兹的手 得夺呀 你这条计策非常的好 但是你去面见曹丕 可千千万万别失了东吴的体面呢 赵兹公身一礼 主公请放心 如果此行出了小小的差错 我就偷江而死 我就没有脸面再回到江东 面见主公和中文武了 孙权点头这才放心 孙权写了一道表彰 面对北魏称臣 然后命赵兹为使兴业奔 许多面见曹丕 这是孙权的一次外交政策 因为关公被害之后啊 张昭义说 您大祸临头了 孙权就知道 东吴面临着军事危机 把关公的人头送去 想嫁祸于曹操 但是没有成功 孙权就更担心了 如果单单对付刘备 这七十五万复仇的大军 孙权呢 还不是不能支撑 可是他还怕曹丕呢 万一曹丕这小子乘人之威 有打背后指挥人马 再来打东吴来 西蜀北魏两路夹击 那东吴就有亡国的危险 可孙权头脑非常的清醒啊 他让诸葛锦面见刘备求和 哪怕自己忍辱负重呢 也得确保安全呢 可是刘玄德他不干 所以孙权这才决定向北魏称臣 这就叫屈尊求援 决策是非常的高明的 这位使者赵兹 那也是一位外交的高手 倒在许都之后面见太尉贾许 还有一些文武官员 第二天呢 曹丕早朝 贾许出班贵奏 陛下 现在东吴派中大副赵兹上表 曹丕一听可就明白了 啊 这是想退西蜀之兵 曹丕他也不是傻子 傻子能当开国的皇帝吗 命他尽见 赵兹跪倒丹池 走西剑里呈上了表彰 那是把表彰放到龙书岸上头 曹丕看完了之后点了点头 嗯 请免礼平身 谢万岁 赵兹站起了身形啊 曹丕就问他 赵兹啊 你是吴国的使臣 我想问问你 你家主公孙权 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赵兹回答得非常从容 呃 陛下若问 我家主公是一位聪明 人质雄略之主 啊 这叫赵兹六字定平 曹丕是哈哈大笑啊 哈哈哈哈 清是不是夸得太过了 赵兹摇了摇头 非也 哎 并不过分 陛下 我家主公 那鲁肃于繁品 是其聪也 把吕蒙于杭镇 是其名也 或于尽而不害 是其人也 取荆州兵不学任 是其智也 聚三将胡是天下 是其雄也 屈身于陛下 是其掠也 以此论之 岂不为聪明人质 雄略之主吗 赵兹明明白白的 告诉曹丕 吴侯上表屈身是位 这时策略 让你明白明白 曹丕一听喝 这家伙有两下子 望下又问 赵兹啊 那么你家主公 知道学习吗 赵兹点了点头 陛下 我家主公 胡居江东 福江万艘船 代价百万兵 任贤使能 至存精略 他很少有空闲时间 可是他呢 却能抓紧时间 博览群书 纵观时机 他不像书生 寻章摘据 而是采其中 奥妙精彩之处 确实是一位明智的君主啊 曹丕点了点头 既是这样 我再问你 朕想指挥人马 兵发东吴 你看怎样啊 说完这句话 曹丕两只眼睛 一瞪 两道寒光 就盯住了赵兹 这就叫江泥一军 再看赵兹 他是从容不破 他有应变之能 口才极好 心里头还琢磨呢 你认为你是大国 我们是小国 你就吓唬我们 没那事 赵兹把头一抬 您有征伐之兵 我有御敌之策 赵兹的回答 恰到好处 曹丕手脸 虚然微微一笑赵兹 你们东吴 怕不怕卫国呢 赵兹也乐了陛下 我家主公 兵士百万江汉为耻 何惧之友呢 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称臣 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东吴兵百万将千元 以长江汉水为护城河 有什么可怕的 言外之意 当初你爸爸怎么样 那老曹 不可一世 带着八十三万人马 乌烟瘴气的 好像这地球都招不下他了 结果怎么样 一败涂地 让我们一把大火 把他变成烧烤板的了 既然能把你爸爸 变成烤羊肉串 我们就能把你曹丕 变成烤鱿鱼 赵兹这话多厉害呀 软中硬硬中软 他是不卑不亢 曹丕啊 还喜欢上这赵兹了 赵兹啊 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才 有多少啊 回禀陛下 我们东吴众文武将士 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 像臣这样的 车载斗梁 没法统计呀 赵兹了不得 确实是一位外交人才 这曹丕点头称赞好啊 你身为一国使臣 能始于四方 不辱军命 真是不简单 曹丕很信服赵兹 说明他的外交啊 成功了 赵兹成功了 孙权也就成功了 曹丕不但批准了孙权归降 而且将赵命太长卿行真 到江东册封孙权为吴王 加九夕 赵兹谢恩出城啊 赵兹刚走 刘业就说了陛下 现在孙权上表归降 是因为他惧怕刘备 要以臣之剑 现在西蜀跟东吴交兵 这是天王东吴 您应该马上派议员大将 带着几万人马渡长江 兵伐东吴 西蜀打东吴 咱们指挥人马也打他 那吴国用不了几天就灭了 孙权一亡国 西蜀就孤单了 这事可就好办了 这刘业说的很在理 可没想到曹丕摇了摇头 子杨啊 孙权既来归降 如果朕指挥人马前去攻打 这就是祖天下归降者之心 还是不达为妙哦 刘业他急了陛下 孙权虽有雄才 但他是残悍的 朴棋将军南昌侯 官清世晓 惧怕中原 如果您加封他做吴王 他的品级可就高了 就比您低那么一级了 您千千万万不要听 他的诈祥之言啊 封他做吴王 那是卫乎天意 陛下呀 劝您还是快快的发兵 剿灭东吴 那么曹丕能不能听这刘子杨的话呢 咱们呢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到 吴王 复乎天意